哈喽大家好,我是齿男儿 我又回来了 还是很喜欢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去打招呼 为什么说我又回来了呢 其实细心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 我从娘家回来以后几乎都没有去更新我的日常奏品 因为这段时间我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然后这两天我想了一下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长后抑郁 我看啊 在娘家那段时间快要走的那几天 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失眠的状态 想睡觉的时候睡不着 就前半夜睡不着 回到乌鲁木齐以后完全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就非常不舒服 其实我是有睡意的特别想睡觉 但就睡不着 白天也睡不着 晚上也睡不着 而且白天你还要照顾宝宝 晚上还要给宝宝喂奶 真的会处于一个完全崩溃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再到后面我就慢慢的给她调整回来了 生完宝宝以后的妈妈们姐妹们 如果大家有这种状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一下 可能大家跟我的经历是一样的 因为十一月怀胎嘛 宝宝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自由的 想去哪去哪 甚至在孕晚期 生宝宝前几天我还在爬山去旅游啊什么的 生完宝宝以后 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就围着宝宝 她喂奶哄她睡觉啊什么的 虽然身边刚开始也有月嫂 到后面也有宫婆婆 然后海莉也不会让我有那种丧偶式的怠惯 大家对我的关心也是非常非常足的 但我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我为什么焦虑 是什么给我制造了焦虑 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在坐月子期间 以及在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活动都在邀请我 之前有一个全江的自媒体达人 都去参加的一个活动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在爱透我说 诶齿娜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 你为什么不去呢 并不是这个官方没有邀请我 是官方邀请了我 但是因为我要带宝宝 然后没有去城 也有两次机会 就是我可以出国去参加活动的 这样的机会嘛 然后我都没有去参加城 我身边的之前 跟我玩的很好的自媒体的朋友们 他都去参加了 看到他们去参加活动了以后 我可能就会想很多 我为什么参加不了 我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带着宝宝 我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为什么就会想很多 为什么为什么 甚至在前两天的 这个娜拉提音乐节 也有去邀请 但是也是没有去参加 就处于一个不太自由的一个状态 以前是想去哪就去哪 像凤一样的女孩 比较自由 但现在就是 像是失去了自由 已经可能更多的时间 会花在我自己的事情身上 更多的时间 我可能花在我的拍摄上 就在我的事业上 但是现在有了宝宝以后 更多的时间 我会花到宝宝身上 但是 我想了一下 我心甘情愿 只要我的宝宝健康成长 就OK了 每一个妈妈 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嘛 拍视频 我可能拍到一半 宝宝会哭 我又要去照顾宝宝 在回来想去拍视频的时候 我可能就完全已经没有精力了 就现在 我刚刚把宝宝哄着 然后刚刚醒了 我又去把他哄睡着以后 喊你回来 让他在那儿 照顾宝宝我过来拍视频来了 就时间跟不上 精力跟不上 大家也知道 我是靠自媒体这块在吃饭 虽然挣的钱不是很多 我真的就是那种 最不正情的那种自媒体人了 真的 因为我直播也很少 大家也知道 我只是在去拍日常的视频 偶尔去拍一个那种视频带货嘛 就看到很多朋友 在不停的去创业 不停的去拍各种视频啊 分享这种 其实我也很想 但我现在属于一个瓶颈期 除了在家里面拍一拍 我的日常以外 我没有再去拍的别的素材了 所以我会感到很焦虑 我觉得我最焦虑 最最最焦虑的点 就在我拍视频的这个点上 会焦虑的更多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要再去拍什么了 除了日常吃喝拉撒 你不停的每天都去拍吃喝 反反复复的给大家去拍的话 大家也会有一个厌倦期 所以现在也是我创作的一个瓶颈期 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间段 然后在这个失眠的这个时间段 我甚至都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我看到谁我都觉得不顺眼 然后吃饭 我觉得没有食欲 就连饭菜我都觉得没有味道 尤其是这段时间 就是拍视频 大家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去记录嘛 然后我完全就没有了这个想法 都不想去记录 什么我都不想去拍 几乎面对镜头 我都不想去说话 连头发我都不想去梳 完全就是一个 放下自己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样一个躺平的状态 除了照顾宝宝以外 所有的时间 我都什么都不想干 可能这就是一个焦虑 一个抑郁的状态 这两天还好 我慢慢的调整回来了 也拾起了我这个拍视频的 这样一个信心 慢慢的我就在这样调养 现在看到宝宝的每一个动作 看到宝宝的每一个笑容 我都觉得特别 特别幸福 特别有幸福感 当然在这里我想说 我既然选择成为妈妈 我就要去经历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很幸福 在宝宝更需要我 需要我去照顾的这个时间 但我确实需要去照顾她 我已经想开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继续把自己给调养好 过好当下就可以 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不要去想太多的事情 继续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 当然在我这个瓶颈期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跟我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HN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是怎么样子的吗 大家可以去跟我提提意见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想给屏幕前的男同胞们说 在生完宝宝以后的这一年里面 不但要在这个日常生活方面 照顾你的恋一半 还要就是 多去关心一下她的这种身心健康 要去关注她的情绪 关心她的心情 不管她发多大的话 都一定要忍着 真的这一年真的是要考验夫妻感情的一年 亏七百才不如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 一定要多去善待你的另一半 希望我们都开开心心的 对了今天我还收到了鲜花 看 今天收到了鲜花也挺开心的 哪怕是每天给她送一束花 或者是做一顿饭 哪怕是刷一下碗 帮帮她 都会很开心的 好了 我要去照顾宝宝了 拜拜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她们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